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都已经改变 看到少少人的回复 我也愿意继续分享下去 也许有人说我是个逗逼 在这里乱说一通 但是只有我才真正知道 介石还魂 敌敌确确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在我醒来的那三个月 头脑一直很模糊 意识很迷乱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 好像我是沉睡了很久 而突然苏醒过来的样子 而过了好几天 我在床上睡醒了 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 想去卫生间 刚好那时候家人去给我买午饭了 但是我又发现自己说不了话 很奇怪的感觉 因为后来我知道自己的嗓子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我能听到别人说话 但是护士好像明白了我的想法 在护士的帮助下 我进到卫生间 看到了镜子里面的自己 这时候才令我大吃一惊 因为眼前的这个人很陌生 总好像在潜意识中认为 镜子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 但是我又想不起我之前的样子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过这种感觉 真的很奇怪 当你身边出现一大堆你不认识的人 说是你的亲人 或者你看着镜子里面的人不是你自己 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当我的父母买好饭回来之后 发现我能够走动了 慌忙过来搀扶着我 因为那段时间我的头还是很晕 总之那三个月就像一场梦 在那段时间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也很难回忆了 据我现在的亲人说 我是醒来三个月左右才开始说话的 而我的记忆当中是突然有一天我在医院 我觉得自己脑子不是很晕了 而且可以出声说话了 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谁 当时身边的亲人都哭了 我只听到一个女的哭着说 儿子呀 你叫阿小 当然 这是我的话名 然而 我有一种感觉 好像我也真的是叫阿小 而且我逐渐开始觉得 身边的那些人都好像见过 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就是 我的灵魂进入到了这个阿小的身体 而阿小的大脑和他的所有物理器官 都保留着对他自己生活的记忆 但是我又绝对可以肯定 我不是阿小 这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人 又觉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感觉 你们无法想象 而且那时候我还以为 自己真的是精神分裂了 现在介绍一下 我目前的一些基本身份信息 我现在的名字是阿小 现年28岁 我现在的身份证显示 我是88年4月份出生的 这个年份是真实的 名字是假的 我现在在广东西部的某个城市生活着 对于现在的我是怎样进入医院的 想必大家肯定有一个悬念 现在就告诉大家 我进入这家医院 源于一次工作事故 五年前 我是一名发型师 在站上二层的顶部挂优惠横幅的时候 不小心掉了下来 据说那个地方的真实高度 有5.4米多 而且我是头先坠地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据我的亲戚朋友说 我被送到医院抢救时 出现过两次心脏停止跳动 医生那时候 已经给我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了 可是最后护士走出来 对我的家人说 我的脉搏又回来了 之后就是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但是也是处于一种 重度昏迷的状态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51天 这些都是 我现在的家人亲戚告诉我的 据说我爸妈那时候 都哭晕了过去 我现在的家庭比较富有 老爸是商人 批发服装之类的 拥有自己的公司 妈妈是某家酒店的会计主管 我还有一个 大我十岁的姐姐已经出嫁 我经历过了51天的重度昏迷 还有三个月在医院的疗养 我终于可以回到我的家了 虽然说能走动了 但是需要别人的搀扶 我家没有升降机 所以我是被我老爸的司机 背着上去的 然而进到家里一看 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 我从来没有到过这里 但是这里却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非常奇怪 家里的每一处 我都感到自己没有见过 但是见到了 却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是我可以肯定 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想起 我之前的家在哪里 各位知道 失忆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吗 就是你很努力地去回想某件事情 你想不到 那么这几天你都会在想 你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窗上 阳台上 公园里的石凳上面 一直想一直想 但你就是没办法找到答案 渐渐地又过了两个月 我不用别人的搀扶 不用拐杖的帮忙 我已经可以走路了 这个时候 最开心的就是现在的爸妈 而这个时候 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突然想到 现在在我面前的老爸 曾经受过一次意外伤害 要用拐杖搀扶行走过 突然想到这个情景 我立马开口和老爸说 老爸 你之前是不是也受过伤 用过拐杖吧 老爸恩了一声 说 是的 那是你六岁的时候 那时候 我还是在玻璃厂当工人 被玻璃滑落伤了脚筋 你还记得呀 对于老爸老妈来说 这个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觉得奇怪吧 既然我是借尸还魂 我怎么还会有这些印象呢 其实真实的借尸还魂 不仅会有已经死去的自己的记忆 还会有现在重生的这个我的记忆 才是对的 按照我现在的理解 就是因为 现在这个阿小大脑 都保存着 对他过往生活的一切信息 但是我是怎样进入阿小的身体里面的 我并不知道 是否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大脑脑电波频率非常接近 又或者是死去的我 和现在这个阿小有什么关联 所以我才能够进入这个阿小的身体呢 要知道 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都是充满磁场的 而我们人类的大脑都存在着生物脑电波 那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却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一种物质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想起任何有关死去的那个我的信息 直到一年之后 我去湖南路过广东北部的那个城市 我才找回了前生的回忆 这个我会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告诉大家 由于在重度昏迷的那些日子 每天的营养都靠打点滴 所以据说原本160多斤的我 瘦到了85斤 而我的身高有一米76 那时候 我看起来就像一条竹竿 可以说 如果走在街上 风大点真的会被吹倒 伤心的父母在我回家疗养这段期间 基本上每天给我炖鸽子汤 为我燕窝等滋补的食品 还有忠诚药 还给我请了两个月的推纳师傅 帮我按摩全身的穴位 说是可以加快运行我全身的气血 在几个月的调养当中 我基本上就是吃饱就睡 睡醒了 父母就带我出去公园散步 然后饿了回家吃晚饭 继续睡觉 所以我的体重在几个月的疗养中 飙升回到150多 可能是由于缺乏锻炼 所以身体属于那种虚胖 父母说 我看起来比之前160多斤的我 还要大鸽子 而且在家人悉心的照顾下 我的身体状况很快得到改善 很快我就可以不用别人搀扶 自己走楼梯回家 走路也不会一拐一拐的了 之所以走路拐 医生说是脑震荡 影响了大脑某块区域导致 可是连医生也想不到 我会康复的那么快 提一下 在苏醒之后 在医院度过了三个月之后 我逐渐发现 我身边的一些自称认识我的人 都能找到一点影子 也就是说 我好像见过他们 但是又不认识他们 完全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关于似曾相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某天你走过某个地方 或者你正在经历某个情景 在红灯去过马路 不经意在街角抬头看看 午后站蓝的天空 看到某个人 或者自己正在做之前 从没有做过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百分百确定 这些情景 你之前绝对没有发生过或者做过 但是问题是 你却发现 自己好像经历过 或者做过这些事情 而我在家康复的这段时间 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处于这种 似曾相识的状态 这样令我很迷惑 因为从我苏醒开始 我一直认为 现在的我不是我 直到现在 我认为我其实就是我 我认为 现在的我不是自己 只不过是因为大脑坠地 伤害过度而造成的 其实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自己个体所体验的感觉 所以自己会认为是介石还魂 而且我那时候想不起 关于生前那个我的任何信息 我把我的感觉和迷惑告诉了父母 父母带我去复诊的时候 也向医生说了这些情况 说我有时候觉得 现在的自己不是本人 觉得周围的人和事物都是陌生的 但是又好像经历过一样 当然 千篇一律 在正规医院的绝大部分医生 都是绝对的唯物主义者 那种所谓的介石还魂 在他们眼中不过是迷信 有些甚至是某些患者 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 为的就是弥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情感上的某种缺失 医生在详细检查了一遍 我的眼瞳和脉搏之后说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身体康复都很好 你现在所出现的症状 也许会令你迷惑 但是在严重脑震当患者后遗症里面 都有很多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出现 大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的感知会逐步恢复正常 只要按规定的时间过来复诊 和按时吃药你会没事的 在旁边的父母显然再次松了一口气 关于为什么我不会死去的 那个我的家看看 我会在接下来讲到 既然知道自己是介石还魂 回去是必定的 但是我上面已经讲了 我从医院苏醒过来 我只是觉得我不认识眼前的家人 确定我不是我 但是我对过世的那个我 一点也回忆不起来 我上面也说到 我只是整天在想我到底是谁 但是没有任何头绪 那个时候 我就连过世的我长得怎样 家里面有多少个人 住在哪里 多少岁 我都没有任何的记忆信息 我写这个 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介石还魂是真实存在的 不要把这种事情看成是迷信 可是你们要我拿出 任何支持介石还魂的科学证据 对不起 我拿不出 我只能尝试用自己的知识 去揭示和探索这个现象 世界上有很多的未知是无法解释的 有很多都是超自然的 这些超出我们人类思维范畴之外的事情 还有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需要人类不断的进步 或许某天会达到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 但是就目前阶段 确实无法解释 也许介石还魂 是可以用科学去解释的 只不过我们目前人类的科学技术 还没有发达到那种程度 所以人类对于一切不能解释 但是又确确实实出现的现象 往往过分神话 或者加上迷信的色彩 或许百年之后 介石还魂有了科学的知识 那么再次出现这个现象 就像是我们用手机打电话 给另外一个人一样的平凡 如果古人看到现在的科技 电话 电视机 投影仪 飞机这些东西 那么古人也会认为不可思议 甚至是天方夜谭 可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 对待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平凡的心态 这些就是科学的力量 有朋友在这里问道 我苏醒过来 开始讲话的时候 会不会存在口音的变化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口音的变化 尽管后来我知道 自己的前生是广东北部的城市 而现在的我是广东西部的城市 尽管都是广东 但是我知道 这两个地区的口音 存在很大的差异 可是我说的就是 广东西部某个城市的正宗口音 但是这里面有个小插曲 也是我上面提过的 我有大概三个月时间 失去了语言能力 但是那段时间 我可以听到父母和亲人的对话 也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自己就是说不了话 不知道那时候 是不是我在适应 我现在这个新的身体 和新的大脑 我的灵魂波段频率 还不能完全接受新的大脑所致 被现在我的身体排斥 又或者是我觉得 大家都是陌生人 认为我不是我的这种思想 是因为自己脑震荡 所导致的失忆 又或者我听了这几个月 这个城市的口音 再加上我现在新的大脑 保存着阿小这个人的记忆信息 所以我说出来的口音 完全没有变化 这个问题 我知道现在都不能解释 我的口音没有变化 可是我的性格 却震惊了我的家人 生你养你的父母 最清楚的就是自己的儿女 父母觉得我的性格稳定了很多 他们说 我以前喜欢夜不归家 喜欢和我那些理发店的员工去 KTV娱乐 不会和父母有太多的交流 总结起来 就是性格外向 但是有点暴躁 而出院后 我是无论父母去哪里 我都会问一声 过马路要小心 小心看车 外面太阳很晒 记得戴帽 灰尘很大 记得戴个口罩 这些牢牢叨叨的话语 在我这个被父母认为 稍微带着点叛逆的我身上说出来 父母当然觉得震惊 后来父母直接认为 是因为我经历了这样的悲剧 从而导致我成长了不少 因为那时候在家疗养 我和父母交流很密 尽管在内心 我始终认为我没见过他们 但是却觉得他们和我很熟悉 当然 我把这些也告诉了父母 父母咨询过脑科医生 诊断为暂时性失忆 对于我的失忆 我的父母还是很悲痛的 可是他们也逐渐发现 他们的儿子 无论从性格还是行为 都改变了 而且还是向好的一面发展 这让他们熟悉了不少 从重度昏迷 到失忆 到疗养 到身体恢复得七七八八的时候 我向父母提出 我是时候开始工作了 我这个想法提出 首先是我母亲开始责怪我 说我身体还没痊愈 就想着去工作 其实他是害怕 我又回到那些猪棚狗友的身边 变回那个令他们心痛的儿子 而我父亲这个时候也生气地说 别再做那些不务正业的东西了 你再继续在家里面休养一段时间 时点 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顺便说一下 我在住院和疗养的期间 没有一个朋友过来看过我 来的都是亲戚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我父亲把我的手机收好了 手机卡也被他拿走了 因为我父亲认为 如果我不和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在一起 我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那时候的我 开始逐渐有了记忆 这些记忆不是关于死去那个我的记忆 而是现在这个我的记忆 包括我可以叫出一些亲戚的名字 还有 我知道自己抽屉里的钥匙放在哪里 甚至有时候浮现出我小时候的一些印象 那时候 我相信自己其实不存在什么戒失还魂 其实我不过是大脑受伤之后的后遗症 我需要慢慢康复 而时间也证明我是对的 因为我回忆起了很多我的记忆 直到一年之后 我们一家人去湖南旅游 才彻底颠覆了我的观点 自从初始苏醒 到能走动以来 我就一直在家休养 虽然期间很想出去工作 但是我就是说服不了父母 父母说我还没有完全康复 最起码让我后脑那个坑长出头发 再去工作也不迟 从那次初始以来 我脑后有个地方就已经长不出头发来了 幸好那个坑不是很大 而且我后脑的头发流长了点 也刚好遮盖住那个地方 就这样 差不多一年 在父母悉心的调理之下 还有我自己也不断做户外运动 我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带了 什么蹦蹦跳跳的完全没问题 只不过就是吃了一年西药 感到自己出嘘汗很多而已 因为从我初始以来 那段时间 全家都感到精神很压抑 完全没有一刻放松过 爸爸提议来一个家庭自驾游 好好地放松一下我们的身心 而且爸爸早已经把旅游路线完全规划好了 就是一直北上 一直到湖南那边 顺便也去看一下我姐姐还有姐夫 姐姐嫁去湖南已经七年了 在我初始那段时间 姐姐和姐夫过来这边看我 后来姐夫因为家里经营的蛇厂 出了点小状况 一个月之后走了 而姐姐却等到我能够开口说话 看到我没太大问题才回家的 更重要的是 姐姐的第二个孩子 已经出生了三个星期了 我和父母就是借着这个旅游的机会 顺便去探望一下 姐姐和那个新出生的孩子 自驾游就是这样开始了 我们每去到我们旅游计划的城市 就会晚上一天 然后住一晚酒店 第二天继续出发 但是当我们继续北上 已经到了旅游计划的 倒数第二个城市的时候 我却突然发现自己忧郁了起来 各位都知道 忧郁的滋味是怎样的吧 就是我感到突然间很不高兴 心很空虚 好像自己就快死去的那种感觉 有点怕 但是大部分是心情不舒畅 感觉很难形容 就像一下子觉得 这个世界什么希望都没有的那种 当时父母留意到了 我一下子沉默了 而且觉得我脸色很阴暗 立马停车找了个旅馆休息 爸爸问我怎么回事 是不是身体哪里出什么问题了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的 一下子呕吐出来 这个情景顿时把父母吓呆了 因为父母认为 我是不是又受到了脑外伤后一症的影响 我呕吐之后 就是一阵抽搐 全身的那种 但是心情还是很忧郁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突然哭了 而且还是气不成声的那种 按照后来医生的解释 可能是我在服用了近一年的药物后 开始出现的副作用 导致自己的出现忧郁 而自己在经受到了那么大的变故 内心的某种情感一直被压抑着 所以在遇到某种情景的时候 自己的潜意识开始找机会宣泄出来 当然 我不是很认同那位精神科医生的说法 因为这种忧郁来得太突然了 可以说是一下子的 一瞬间的就来了 而我根本毫无准备 在哭泣到抽搐 严重地呕吐之后 我开始觉得全身没有力气 我甚至呕出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苦苦的 而且是黑色的液体 开始我还认为是中药 但是我已经一个月没喝中药了 而且不能站立 我的父母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 立马送我到那个诚实的人民医院 并把事情的细节告诉了医生 那个时候 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 可以记得发生的一切事情 但是后来 我又开始哭泣起来了 而且还是那种很伤心的哭泣 随之出现烦躁不安 直到现在 我还不能明白 我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那样的伤心和忧郁 那时候 医生给我打了震惊计 妈妈在旁边哭 而爸爸在抱着我 慢慢的 我就昏睡过去了 昏睡过后 我醒来说的第一句话 就当场吓呆了身边的人 包括我姐姐姐夫也过来了 我问他们都是谁 我不认识在场的所有人 我记得我当时醒来的时候 确实是不认识他们 我还说了 自己是哪个地方的 哪个城市 哪条街 多少号 我都说了出来 那时候的自己 就是拼命地想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当一个人 被一群不认识的人围着 而且他们还对着你哭 你会感到很害怕 特别是自己记得过世的 那个自己记忆的时候 现在回想起来也很怪 之所以一开口问他们是谁 是因为我在昏睡的过程中 像是经历了另外一种人生 我像是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有我自己的家人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过世那个我的记忆 而且过世那个我 曾经就住在广东北部的这个城市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过世那个我 曾经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过 由于地词的关系 过世那个我的思维记忆 被地词强力地保留了下来 就像录音机词条那样 记录了声音 我之所以这样推测 是因为自己曾经读过 在南美有个森林 每次打雷 都会出现很多人 拿着武器战斗的声音 而科学家对此的解释 就是强力地地词 记录了那些死亡的灵魂 所以 我现在的解释就是 我爸爸开车 应该是经过了我死过的现场 因为地词保留着我的灵魂 那个我和现在这个我 本来脑电波频率就很一致 这个巧合史过世的 我一度占领了我的意识 所以 我才会出现过世的 我的那些情景和记忆 当然 在后来的精神科 我也向医生说了这件事情 而医生解释说 是因为我的大脑受到外伤 导致记忆开始混乱 因为人的记忆 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 在脑海里面 你可以构想任何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 或者事物的原型 必定是你自己的实际生活 所经历过的事情 而在你的大脑里面 你可以创造性地改变它们 甚至创造出客观世界 不存在的东西 而人类的创造性 也是来源于生活实践的 当然 在精神科专家一轮 唯物主义洗脑之下 我当时是接受了 那个精神专家的观点的 因为我不断说 我是某个城市某条街 多少号 但是当地人说 没有那条街 那时候 我不得不让自己信服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来源于我自己的幻想 在觉得周围人 都很陌生的情况之下 那个时候 我是立马拔开针管向外跑 那时候 就是我的爸爸 还有医生拦着我 因为那时候我大喊大叫 其实那时候 我感到心里很害怕 因为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 家人联系了人 把我带回到 广东西部的那个城市了 之后 我就进入了精神科 就怪你 好 cool 我好 感谢观看